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回到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这里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溪流 现在这个水位并不多 所以大部分都是河床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要捕虾 在这条小溪中 看到吗 非常清澈的小溪 里面很多的河虾 河虾知道吗 河虾小鱼都很多 但是 这些虾一般是晚上出来 白天可看不到 所以想要捕虾的话 就得等到晚上 其实我很早就吃过 这个河里面产的河虾了 相当美味 只不过现在河虾比较少了 以前在白天 都能看到很多很多水手抓 现在要等到晚上 他们才能出来 这个地方相当的漂亮 相当的漂亮 相当的美 这大片的石头河床 全石头 当时水位比较高的时候 这整个河床都在水底下 但现在只侧边 流淌了这样的小溪 十几年前这里的河水 水位更大 现在的生态遭到了破坏 所以现在没有这么大的水了 能看到这条溪流已经不错了 醒了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就等到晚上了 等到夜幕的降临 开始我们的表演 朋友们怎么样 现在到了我们抓虾时刻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该到了我们大县伸手的时候了 我们又来到户外的这条河边 在晚上这里河里面 有很多的这种河虾 黑色的河虾 非常的好吃 今天晚上我们就抓 抓足河虾 等到我们明天把它们炖了吃 准备了一个脸盆 我要把这里脸盆装满 全部装满河虾 你们不信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这河里面有没有 走 好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水里面 去仔细看的话有很多虾 比如说这里有一只看到没有 剩的钳子 呵呵呵 那边又一只 两只 密度还是挺大的啊 到处都有 以及还有很多的鱼 这大碗上的 真的不少啊 好好看看 这边水里面虾真的很多啊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能不能抓得住咯 你看了看了 哇 够吃了 口水都流出来了 看着你们 不好意思 你们全是我的 挨只青蛙站在石头上面 呵呵呵 行了 好朋友们 我们来试抓一只啊 就是这一只了 看到没有 它感觉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啊 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你是我的了 怎么也跑不掉 抓住没有啊 这方法不对 就这么照下去提不起来呀 太简单了吧 这也太简单了 瞬间捞上一只 看见吗 好简单 我没发现抓虾这么简单呢 方便 嘿嘿嘿 太棒了 马上就收入一只 这虾怎么这么笨呢 这么好抓的吗 难以置信 哪个网都哗啦哗啦就抓上来了 没有失误哟 真的是虾 真的是虾 活的 快弹了 丢我面子是吧 还把两只脚给放了 绝对不是我放下去的 你快弹给大家看看 我可没作弊 装死是吧 装死 不给我面子 我还会抓 丢人的东西 好 人的以后 好了 又发现淘犯 又发现淘犯了 就这家伙 哇 我一下子收入两只就好了 你没了 淘了一只 哎哟 哎哟 不能这样啊 我就不信 随便一瓦又瓦出来了 这虾真的是太笨了 好简单的 我从没发现抓虾这么简单 看到它跑了 没想到一瓦就回来了 简单的钥匙 有人觉得我作弊 我可不想让人觉得我作弊 这些虾确实有这么笨 继续放进去 我都懒得拿了 这里还有看到吗 太好抓了吧 忙活到了半夜 虽说这些虾很笨 但是抓到这些虾也花了我一个多小时 体力不行了 好累好累 因为我算是徒手抓的 徒手用这个网东和手 这些河虾真的是鲜美无比 可以说鲜美无比 但数量还不够 就这么一点不够炒一盆菜 但坚持不下去的很累 抓这些虾真的是很累 更何况喝了两斤白酒 在这里晃晃悠悠的站不稳 能抓到这些虾已经不错了 下次我得换一个方法抓 下点网绒 把它们一网打进 这么一只一只的抓 抓了这么多 够累的 先把它养着 看明天再怎么处置它们 天亮了 因为虾数量实在太少了 不够烧一盘 所以现在上午我们就在户外 把它给搞了吃吧 炸着吃 也没有准备锅什么的 这个碗我不想烧黑它 所以我们打算弄一块石板 用石板来烤虾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最高端的石台 通常使用最简单的喷水方法 我们把它用石板 把这个虾给加热 直接吃了 应该会很有阴阳的 开始吧 先生火 然后再盖石板 因为这个石板 上下左右全是石头 有可能会炸裂 那后果很严重 这么大块石板 要是炸裂 小命不保 好 盖石板 我们需要在这儿等几分钟 看看这个石板会不会炸裂 这样烧随时都有炸裂的可能 我必须这样烧上十分钟 它没有炸裂就安全了 石头炸裂它不是因为烧才炸裂 是因为温度的局劲变化 它才会炸裂 所以烧了十分钟 它温度恒定了 它就不会炸裂了 好 我们看这石板热了没有 已经算是比较烫了 大概有七八十度了 我们可以倒点油上去 一百度应该差不多了 呵呵呵 这要是煎烤肉不错 不管这么多 放上去 看见了吗 上面的虾开始变色了 并且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虽然放上去没有突然的那种滋拉滋拉的 但是这个火慢慢的会变熟变色 我们现在继续把虾放上去 香味已经扑鼻而来 好了 熟了 香味扑鼻 可以吃了 看这四折 太美了 太好看了 现在我要开车了 哎呀 好烫啊 先拿一个长的 哎呦 有点油香味哈 嗯 不错啊 正如我说的那样 高端的食材通常使用最简单的喷粉方法 我里面什么都没放 连盐都没有放 连盐都没有放 筷子都丢了 哇 好吃啊 这个香味 真的特别香 一般的虾可没有这种味道 非常美味 我只是虾身体啊 虾头不吃 不过还是相当的美味了 相当美味 好 行了 朋友们 虾我们就煮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要慢慢享受我的午餐了 非常好吃 那么 今天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